欢迎来到郑解局 郑解一切不明白 中国是茶叶故乡 所以在我们印象之中 中国应是茶叶强国 但是局长告诉你 中国只是茶叶大国 而不是强国 我国作为茶叶最大生产国 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事实 中国近7万家茶企 却比不上一家利盾 2017年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 破除千万家茶企 不及一家利盾窘境 指出中国茶叶产业大而不强 缺乏知名品牌 据经济日报报道 英国茶叶巨头利盾 仅红茶一项 2019年销售额就达28亿美元 高于当年中国茶企 总出口额21.75亿美元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在国际市场上 中国连斯利兰卡 印度等这些 原本不产茶的国家都比不过 2019年 我国进口茶叶仅4.4万吨 其中向印度买了 超过1.3万吨茶叶 花了外汇 近2.2亿元人民币 在国际贸易学中 有一个术语叫RCA指数 专门用来衡量某个国家地区 某一产业在贸易中的比较优势 通常来说 如果一国的某个产业 RCA指数大于2.5 则表明该国的该产业 在国际市场上 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 茶叶方面 中国和印度的RCA指数 一个是1.79 一个是6.36 相差甚远 我们作为曾经世界上 茶叶最大出口国 是怎么输给印度呢 这得从一场盗窃说起 1848年10月 武夷山脚下来了两个陌生人 一主一仆 仆人介绍 他的主人来自长城以北 想要购买茶树和茶种 茶园老板很是热情 为他们介绍了茶叶 从种植 采摘到草青等一系列流程 主人打开笔记本 将一切记下 临走前 这一主一仆 买了两万株茶树苗 及大量茶种 这位主人 是英国罗伯特福君 他受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托 窃取中国茶叶机密 中国茶树茶种 偷偷运到当时 英国殖民地印度 英国在印度 使用了机械化制茶 这样一来 竞争力远高于 中国传统的 小农户和小作坊 20世纪前50年 印度均占据了 世界茶叶产量 和出口的30%以上 甚至一度达到50% 本部茶叶茶的印度 成了世界茶叶王国 中国茶就这样 被印度茶取而代之 改革开放后 中国茶企有所恢复 特别是产量方面 回到了世界 一流国家的行列 凭借着庞大的国内市场 中国茶叶的产量 已经连续多年 占据世界第一 比第二名的印度 高出近一倍 但是在国际市场 中国茶叶的知名度 却十分有限 据全球大型技术调查 顾问公司 Tesh Neville公布的数据 2018年 全球十大茶叶公司 基本上被英国 美国 印度等国家霸绑 无一个属于中国 在外国人的眼中 中国茶叶是和质量问题 绑在一起的 早在2012年 国际绿色环保组织 发布了一份报告 称9家中国茶叶品牌的 18份茶叶 每份含有至少 三种农药残留 前几年 更有个别机构称 中国98%的茶 都有农药残留 欧盟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 对中国茶叶的 进口数量很少 主要原因 就是达不到其 最低茶叶残留标准 啊 那以后 我们的茶还能喝吗 当然能喝 中国茶叶竞争力不强 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外国茶生产 采取规模化 机械化的方式 成本较低 而中国茶树种植 是以农户为主体的 小农生产 一经龙井 至少要一个工人 采三万个 牙头炒制而成 人力成本高 缺乏价格的竞争力 其次 喝茶的习惯不同 国外喜欢喝红茶 以带泡装的素溶茶为主 中国人不止喝红茶 还喝绿茶等多种茶叶 以泡茶为主 中国进口的印度茶 主要是红茶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第三点 就是贸易壁垒问题 国外茶采取规模化的生产 更得要用农药了 为什么国外的茶叶 质量就合格了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副会长王庆直接指出 农残不是问题 我们现在的合格率 能做到百分之百 残留的农药不容于水 茶叶质量的影响 是微乎其微的 更不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 这就是标准的问题了 比如在日本 茶农用的是日本的农药 那么茶叶检测结果 没有问题 用的是欧盟农药 就有问题了 谁能最早地掌握标准 谁就能占据市场 标准之争 实际上是国家农业的利益之争 那么这个标准 是谁制定的 是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简称CAC CAC建立于1962年 是联合国粮农组织 和世界卫生组织 建立的政府间 协调食品标准的国际组织 目前 已有188个法典成员国 和一个成员组织 覆盖全球98%的人口 我国是1984年加入的 CAC的专业委员会主席国 主导着标准的制定和决策权 仅三分之一CAC主席来自美国 日本人也曾担任过两届副主席 韩国印度也都多次担任 国支委和协调员 世界上70%以上的CAC标准 都是这几个国家牵头起草的 而CAC国际标准 则是打开国际市场大门的通行证 谁掌握了CAC国际标准 谁就控制了国际市场 制定标准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 一个标准从立项到发布 少则需要三五年 多则需要十几年 由于我国没有相应明确的专业机构和人才 缺乏国际标准的跟踪评议和符合验证等大量基础数据 再加上农业技术支撑薄弱 所以我国利用国际标准的水平仍然很低 与美国欧盟韩日等发达国家差距较大 甚至与印度 泰国 马来西亚都有很大差距 印度茶叶进口中国让我们认识到一个惭愧的事实 我国只是世界上的农业大国 不是农业强国 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 法国的红酒 智利的车离子 阿根廷的牛肉 往往会受到国人的青睐 我国的农产品进入不了世界农业的销售链 要改变这一现状 我们就要参与到CAC国家标准的制定中 直男而尽 目前我国多次参加了CAC会议 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 并且代表亚洲当选CAC亚洲地区执行委员会成员 但是这其中也还存在着各种问题和困难 比如CAC协调小组组织松散 投入经费不足 正常工作难以保障 专业技术人员的缺少 是我国农业产品走向世界的瓶颈 我们只有重视农业科技和人才 才能有话语权 才能有品牌 中国农产品才能走出国门 印度茶叶出口到中国 应该给我们提个醒了 一个强国无论在哪个领域 都应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更何况农业呢 本期节目告一段落 关注郑解局 带你长姿势 郑解局 郑解一切不明白 下期再会 获取更多郑解局深度作品 可微信搜索 关注同名公众号郑解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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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